美国悬赏500万追击中国重大跨国犯罪头目 日本拆解最新款华为手机不能说出的秘密 美国撤出阿富汗谁最后一个登机 民调显示半数美国人不满美国政府撤军方式 疑似有军方背景 三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遭遣返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8月30号宣布 悬赏最多500万美元 鼓励民间提供有用的信息 以帮助政府将中国籍男子张健逮捕归案或定罪 美国国务院指出 张健是跨国犯罪团伙的主要头目 该集团在2013年到2016年间 将应受管制的药物运输和出售进美国 导致在北达克他 俄勒冈 北卡罗莱纳及新泽西州的4名美国人 因吸食过量而失去生命 并且也造成另外5名美国人身体严重损伤 据指张健经营的集团在中国 有至少4间实验室制造违法吸食物品 2013年1月以来 更祭出数千件非法药品包裹 美国司法部说 2018年1月张健曾与其他美国公民 加拿大人一起被起诉 庶明美国公民已经被定罪 并分别判处20年以上到无期的徒刑 近年来 来自中国大陆的违禁吸食物品 以惊人的速度充斥着美国的街道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 本月24日曾公布一份报告 指目前中国大陆依然是在美国非法运输 和出售此类物品的最大来源国 去年 超过9万3千件 因服用过量而致命的案例中 更有近7万件起是因此类物品导致 早在2017年的10月 美国政府就宣布 美国进入应对此类危机的紧急状态 2018年的4月 川普时期的美国财政部宣布 根据对外国此类犯法的认定 中国公民张健被认定为重大外国犯罪人 这是美国首次制裁此类犯罪的成员及组织 8月30日 美国军方宣布 最后一批美军已经撤出阿富汗 结束20年的战事 美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发布 最后一名离开喀布尔的美军战事照片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30日宣布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任务已经完成 同时撤离美国公民的军事任务也已经结束 美国撤离任务的最后一趟航班 由一架C-17运输机执行 这架飞机在喀布尔的时间午夜之前一分钟 从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起飞 美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 第82空降师指挥官克里斯·多纳修少将 登上C-17离开喀布尔的照片 他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美军战士 麦肯齐还表示 美国留下了用于击落火箭的CRMA系统 数十辆汉马装甲车和一些飞机 所有军事装备都不再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 在整个撤离过程中 美国军方和联军飞机运送了超过12万3000名平民 其中包括6000名美国人 随着美国军方的宣布 美国历史上长达20年的战事正式结束 这场战争夺走了2461名美国人和文治人员的生命 并造成了2万多人的受伤 这个数据还包括上周在喀布尔机场外的 一次恶性事件中遇难的13名美国军人 路透社与民调机构伊普索 在8月27日到30日做了一项全美线上免疫调查 根据30日发布的结果显示 有51%的受访者不赞成拜登的撤军方式 仅有38%的受访者赞成 据报道 调查进行的时间是在最后一批美军撤离阿富汗前夕 有49%的受访者表示 美军应该留在阿富汗 直到所有的美国公民及阿富汗盟友都完全撤离 有25%的受访者认为 美军应该继续留在阿富汗 直到所有的美国公民可以离境为止 只有13%的人表示 美军应该立即撤离 在被问到是否认同拜登政府处理阿富汗盟友安置问题的做法时 有45%的人表示认同 42%的人不认同 民调还发现 有20%的民众认为 拜登应该对阿富汗战争的现状负有最大的责任 10%的人认为 前总统布什应该负责 因为是他下令入侵阿富汗 还有9%的人指责前总统川普 另外有30%的民众将责任归咎于 阿富汗新政权 阿富汗军队及霍罗山伊斯兰国 据报道 这次民调访问了1003名成人 包括465名民主党人和354名共和党人 激进组织重新夺得阿富汗执政权后 虽然信誓旦旦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维护妇女权利 也不会报复那些曾经对美军提供协助的人 但近期却频频传出他们的恶行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随着反激进武装力量在潘杰西尔省集结 极端组织加强了对林省巴格兰省的镇压与控制 在镇压过程中 当地的知名民谣歌手安达拉比 8月27日在自家的农场惨遭塔利班的扫射 打中头部 安达拉比当场被夺走了生命 安达拉比的儿子对美联社说 其实激进成员前几天就曾经到家里搜查 当时还跟他的父亲喝茶聊天 没想到这次竟突然用武力伤害父亲 他说父亲是无辜的 他只是想用音乐给民众带来欢乐 安达拉比因极端组织的恶行而遇难 引发当地阿富汗民众的恐惧 都相信当年的严酷统治又回来了 极端组织将恢复20年前的手段 包括对音乐的打压 目前当地的激进新政权委员会承诺将严惩凶手 发言人穆贾西德便称他不清楚事件的过程但会进行详细的调查 但国际社会对极端组织的允诺并不认同 国际特资组织秘书长卡拉玛德表示 2021年的新政权其实与2001年的那个暴力压迫人民的完全相同根本没有变 美国对华为实施晶片禁令近一年 日本调查机构近日拆解了华为新款的5G手机 发现内部零组件的中国制比重过半 且完全不见印着美国制造的5G晶片 加上7月份的新机仅有4G版 怀疑华为的5G晶片已经耗尽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调研机构FTS拆解的是华为今年3月份推出的新款5G手机Mate40E 发现和2019年9月份发行的Mate30相比 内部零组件中国制的比例从30%上升到了56.6% 已经超过了一半 值得关注的是 新机内部不见美国制造的5G晶片的踪影 处理器使用的是海思半导体研发的麒麟990E 搭载的4G晶片为科沃产品 关键晶片零组件之一的数位讯号处理器则是出自高通之手 专家认为高通科沃零件应该是华为在禁令下达前就买好的库存 加上华为7月发表的P50系列手机仅有4G功能 依种种迹象推测 华为的5G晶片可能已经用完了 另外据路透社31号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对一家中国私募股权公司收购系统芯片制造商 美格纳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发出了警告 这对在外国投资关键技术行业的中国企业来说又是一道障碍 中国私募股权公司智路资本在3月同意以14亿美元收购系统芯片制造商美格纳 此后包括美国和韩国在内的各国监管机构一直在审查这项交易 生产显示器和功率芯片的美格纳公司在韩国拥有生产和研发设施 美格纳30号提出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表示 美国财政部在上周五给该公司的法律顾问的信中说 这项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并寻求和期待拜登对此事的决定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曾在6月下令搁置这项交易 去年5月份美国政府颁布了10043号总统令 目前正在发挥作用 8月30号中共外交部证实 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休斯顿机场诸进时 被美国海关检查随后被认定 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而遭到了遣返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 承认了三名中国留学生被遣返的消息 并说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交涉 并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交代了细节 事件发生在8月15号 美国遣返这三名留学生的理由是 他们三人受到中共政府的资助 或在其个人手机里发现了他们在中国军训时的照片 因此他们被怀疑有中共军方的背景 去年川普总统颁布的行政令提到暂停和限制 目前或曾经受雇于中共实施或支持军民融合战略的机构 和在这些机构学习或做研究的相关人员 寻求通过F或J签证进入美国学习或进行研究的中国公民的非移民入境美国 美国情报部门多年来一直警告说 中共正在利用留学生间谍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美国国务院的签证数据显示 去年12月到今年的4月 由于疫情的关系 美国暂时停止了签证审批 其中包括中国来美学生签证 其中单月发放签证数量最少的是去年5月和6月份 分别只发放了7个和8个签证给中国留学生 今年的5月起 美国才开始恢复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 8月24号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中国一些教育机构从业者的消息说 即使目前赴美留学生的签证程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但某些高科技或战略领域的研究生签证 可能继续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但6月份以来 已经不断地传出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被拒的消息 有就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学生表示 据他所知 身边面签的学生几乎全军覆没均被拒签 某留学机构的美国研究生业务负责人了解到 今年美国签证开放以来 总拒签数有500位 均申请来美工读博士或硕士学位 拟就读的美国高校 包括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麻省理工等 约四分之一学生还获得了美方的奖学金 另外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近日也报道 虽然今年5月4号 美国驻华使馆已重新开始接收学生签证申请 但是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包括出入境管理局的副局长 及其同级或以上级别的官员配偶 和21周岁以下的已婚或未婚的子女的旅游、学习 及访问学者签证均被暂停受理 还有 美国领事馆也暂停接收 中共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安全部、公安部 现役人员及其配偶和30岁以下子女的旅游、学生 及访问学者签证申请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